科技巨头苹果公司今天打破 早上举办产品发布的常规 改成在下午5点全球网上直播 正值一些地区踏入31号Halloween 万胜节前夕因此产品发布会 也以Scary Fest快得客人为主题 周静君报道 今日苹果公司一如外界与其 一口气退出了M3 M3 Pro和M3 Max系列晶片 M3系列晶片 晶片采用了3纳米制程 和新一代图像处理器GPU 用了动态快咀记忆技术等等 苹果表示 这个技术可以令到晶片 在更低的电压功耗之下 达到更快的效能 M3系列晶片最高可配上128G记忆体 因应新晶片的推出 苹果亦更新了旗下MacBook Pro 14寸和16寸的型号 以最高规格 为人所救病深色机身会留下指纹的问题 大家最关心的价格 14寸MacBook Pro基本型号由以往$1,999 降至$1,599起跳 令14寸型号价格从$1,599至$3,199不等 16寸型号价格从$2,999不等 另外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苹果公司由M1晶片跳过M2晶片 直接推出配上M3晶片的24寸iMac 价格从$1,299至$1,699不等 以上认号今日开始接受预订 视乎认号出货日期为11月7日开始 26台机者周静君报道